面对全球化的科技发展 矿资源的需求与开采成本也随之快速提升 然而在天然资源有限 但需求无限的状况之下 如何有效运用再生资源来创造循环经济 则成为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一大重点 以台湾为名 在创立初期 台湾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以过人的毅力与诚信的态度 将台湾独有的制造精神带向世界 台湾同业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 主要从事铜线下脚料 电缆电线废料回收加工买卖业务 同时也专精于制造生产无氧酮调产品 为国内小数同时拥有回收及制造执照的主要专业制造厂 我们公司的商品 八米的2.6 主要是都用在5G的架设 这已经做了差不多4-5年的时间过了 还有离电池电动车在用的原料都是我们提供的 源自于国内外的铜废料来到这里 即开始进入了前置处理程序 将夹杂的废弃物质完整序除后 保留下所需铜质的部分 进行压缩与打包 进而完成第一阶段的打包铜产品 这看似简单流程的背后 有的尽是面对各式各样铜废料来源的挑战 而这皆需要仰赖丰富的处理经验 与专业设备来克服 虽然在做会堂在飞书 但是由于这个工作是5G高科技架设基地台 在用的原料 可以让这个科技运转 大家都可以很随时 这个世界很多空 台湾没有就是拆空 我们台湾同样可以去生为 全世界的一个城市矿 把这些世界的汇修的池 的档 拿回来原料 同样也是变一个空出来 就是城市矿山 一千多度的高温 用铜板在高炉内 逐渐还原成液体 最后经由自动化设备程序 生产出纯度99.9%的铜条 而这些高品质的铜条产品 之所以让台湾铜业公司 深受全球客户信赖与肯定 其中最主要的秘诀 就是自主研究开发出的高炉 其效能超越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 除了可耐一千六百多度高温 其使用寿命将更长 进而有效节省营业成本 全世界收藏的这些汇料 10両 经过我们的技术 无理处理方法 我们后来把它移除了 做做当隔 出口 出去 让我们的世界 地区堂的空的公司 来再借责当邦 还有其他人再使用 无形中是一座 很大座 看不到的矿山 叫做城市矿山 高程度铜定 在高周波溶解炉制成中 由铜原料重新溶炼而成 并且在过程中 皆需采取样本 送至品质检验室里检验 除了确认每一批 同定之纯度以外 同时也需确保 产品的品质 并做好层层控管 我们深信 客户信赖 源自于严谨的 产品品质控管 台湾同业公司 会有品质检验室 确保客户的每一批产品 都符合标准规范 另一方面 公司除了获得台湾环境保护署 所颁布之 以及废弃物 清洁处理症状之外 同时也通过了 ISO 9001 以及ISO 14001 国际认证 盛进国际企业 知社会责任 未来的希望是台湾同业公司 台湾同业公司 世界在地面堂是很好的 大家都对我们很信任 过来都交到高雄港来给我们 非常感谢我们世界所有 跟我们配合这些好朋友 希望以后 我们世界增口进来 各个不同的这些汇荡料 来作成 我们需要这些原料 发言到回来 这是目前还要再建设的一项监督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打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